欢迎来到黎春正频道,请订阅频道,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 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 王一博,2023每一秒都精彩,每一针都璀璨,全领域绽放魅力。 王一博的事业在近年来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他不仅在音乐领域展现出了自己的才华和魅力,还在影视、综艺等多个领域探索并获得了不俗的表现。 作为一位年轻的歌手,王一博凭借自己的音乐才华和独特的嗓音,创作并演唱了多首备受欢迎的歌曲。 他的音乐作品不仅风格多样,而且充满活力和创意,深受年轻人的喜爱和追捧。 他的音乐才华得到了业内人士的高度评价,也为他在音乐领域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除了在音乐领域取得不俗的成绩,王一博还在影视和综艺领域展现了自己的多面才华。 他参演的影视作品获得了不少观众的认可和喜爱,他在剧中的表现也得到了业内人士的肯定同时,他也频繁参与各类综艺节目,展现了自己的幽默感和综艺天赋,赢得了更多粉丝的喜爱和支持。 王一博的事业之所以能够取得如此出色的成绩,离不开他自身的努力和不断进取的精神。 他始终保持对音乐的热爱和追求,不断提升自己的音乐才华和表演能力。 同时,他也勇于尝试新的事物和领域,不断拓展自己的发展空间和机会。 展望未来,相信王一博的事业会继续保持稳健的步伐,取得更加辉煌的成就。 他将继续用音乐、影视、综艺等多种方式展现自己的才华和魅力,为观众带来更多精彩的作品和表演。 同时,他也将继续探索新的领域和机会,为自己的事业发展注入新的动力和活力。 最后,祝愿王一博在2024年的新篇章中能够继续保持勤学笃行的态度,收获更多的成果和荣誉。 也祝愿他在未来的事业道路上能够稳步前行,取得更加辉煌的成就,为观众带来更多的惊喜和感动。 奥菲秀回顾王一博2023关键帧,六大篇章精彩不断,收获满满。 而王一博的宣发博也是在这个时间播放了王一博2023年的关键帧, 也正是这一举措,带领大家回忆起王一博在整个2023年的精彩瞬间。 影视片,王一博1月22日大年初一上映的无名累计票房9.31亿,是春节档票房的第四名,动作片内地的票房季军,更是在各大电影节获得提名,成为中国影视蓝皮书2024十大影响力电影。 4月28日上映的《长空之王》累计票房8.5亿,是五一档的票房亚军,也是第十九届中美电影节年度十大金天使电影奖的获得者。 7月28日上映的热烈累计票房9.13亿,是内地影史运动片票房冠军,是中国电影周金鹤奖最受欢迎影片,同时也是第十九届中美电影节年度十大金天使电影奖。 5月1日全网上映的网络电影《我和我的青春》中王一博的篇幅也是获得腾讯视频历史最高热度15928,同时也是获得了第十三届北京国际网络电影节光年奖主竞赛单元评委会特别荣誉奖。 音乐片,王一博为电影《无名唱同名》主题曲《无名》,演唱杭州第十九届亚运会火炬传递主题曲《然》,在2023年年底发布个人EP旁观者万物可爱。 商务合作片,王一博目前手握25个品牌代言,其中9个为全球代言人。 2023年,王一博在助力国货品牌破圈的道路上越走越远。 活动晚会片,王一博参加了自己三部电影的路演,一共出席了18场次,平均一部电影出席了6个场次。 从2023年东方卫视春晚开始,王一博在一整年的时间里,一共有公开活动场合23场与大家有着正大光明相见的场合。 讲相片,王一博一共有11次机会获得自己的荣誉。 微博年度突破电影人年度关注演员,第20届电影频道传媒关注单元最受传媒关注男主角,提名第18届中国长春电影节金鹿奖最佳男演员奖,获得2023爱奇艺尖叫之夜电影单元最佳男主角,王一博的2023年是在拿奖中度过的。 社会责任篇 是网信半点亮网络文明之光的优秀青年代表,为成都大运会打扣出演杭州亚运会霹雳舞宣传片正荡然。 王一博跨年第几个节目 2024年湖南卫视跨年晚会中,王一博的节目是第29个,他在晚会上带来了新歌旁观者的首秀。 王一博这次旁观者的表演,是一首充满观赏性和叙事性的音乐作品。 舞台表演融入了现场乐队演奏和音乐舞台剧的元素,与歌曲想要表达的思想完美契合。 在湖南卫视的跨年晚会上,王一博以旁观者作为他的表演曲目,通过舞台上的精彩演绎,展现了歌曲中的深刻内涵。 整个表演过程中,王一博的心境变化丰富多样,从被注视的表演者内心的禁锢,愤怒与无奈,到最后他成为不需要结果的旁观者,拥抱生命的所有喜怒哀乐。 这种心境的转变象征着王一博从束缚中解脱出来,勇敢地站在舞台中央,与观众共同分享他的音乐世界。 在旁观者的舞台表演中,王一博与现场乐队的紧密合作,使得音乐与舞台效果相得益彰。 同时,舞台上的每一个人都既是表演者也是演唱者,他们共同成为这个世界的旁观者,让彼此的生命在舞台上沉默地穿越。 这种独特的表演方式不仅增加了舞台的观赏性,也让观众能够更深入地理解和感受歌曲的主题。 总之,王一博的《最新旁观者》是一首充满深度和感染力的音乐作品。 通过他在湖南卫视跨年晚会上的精彩表演,成功地将歌曲的内行和情感传达给了观众。 感谢您观看视频。 如果您觉得本时是通讯有用,请不要忘记点赞、评论和订阅。 祝您生活愉快、充满活力。 再见。